三公子 你看皇上真的是吃心疯了吗 孰真孰假 我现在还猜不出来 三公子 你认为皇上的病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才会对我们有利 到目前为止 无论孰真孰假 对我们都没有任何改变 就算出现变数 都只会是 张氏兄弟 皇姑和五三司之政 我们跟太子都是作弊上官 景观其变 不过这场变动很快就会出现 策划何解 刚才皇上在我们面前传内舍人 上官婉儿大人 没错 皇上每次要写诏书 都会找上官婉儿代笔 因为上官婉儿文才过人 申斗皇上宠心 于是 上官婉儿 又被称为内舍人 那又有什么关系 皇上甚为钟爱上官婉儿 一向都叫他的小名小婉 可这刚才却以内舍人之称 好像是要向我们暗示 这一次找来上官婉儿 是因为朝廷正事 三公子以为 皇上要向你们暗示什么 或许是要向大家暗示 是有关赵书的事 赵书 难道是遗诏 看来 太子之位还有一番变数 尘埃未定 又不知会有几番杀戮了 为了 遗诏 爹 这事你如何看 内舍人 乃是为皇上撰写公文诏书的 而爹觉得 皇上好像有意儿让我们知道 他找上官婉儿来 是有关诏书一事 如今皇上报兵在床 是何等要事 急于在这个时候写诏书呢 看来应该是一些重大事情 例如跟太子的废存有关 又或者是遗诏 没错 当年先帝在位期间 皇上还是个天后 就是找来上官婉儿写的诏书 霸出当年的太子李贤 那个时候上官婉儿跟李贤 以生情愫 可是他却亲手把他最爱的人 给葬送 上官婉儿还真够狠的 难怪一直深得皇上的宠爱 看来皇上身边的女人也绝非等贤之辈 我赖太子李贤 把王子李诞地废出诏书 也都是出自上官婉儿之手 他绝对可以堪称是这方面的高手 爹 当年唐伯父也想过当太子 而皇上也曾经心动过吗 要不是那个老不死的敌人节横架阻挠 说服皇上传位李氏后人 你伯父可能已经坐上了太子之位了 还轮得到庐陵王李显吗 爹 如今敌人节已死 爹为什么不就是重体呢 说不定皇上一改主意 把当年没有传给伯父的地位 今天会让给爹做呢 这样 我们武士就可以继续坐用江山 永传万代 这事啊 还真是未尝不可 论文讨武略 但是我们武士哪样不及理事 只是敌人节的旧步 恐怕不会支持你爹呢 爹 难道你怕他们 我会怕他们 我会把他们放在眼里 只是 若想坐上皇位 必须兵权在我 你爹 我虽然身举下官尚书 要调动南牙晋兵十二位 也绝非一事 何况 还有北牙晋兵 各处府兵 不过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 我们武士要想夺得天下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那我们的帝王梦 岂不是皇良一梦 那也不一定 只要得到皇上的支持 不过 要顾皇上这关 书非一事啊 为什么呢 刚才皇上突然说出 让我们原谅他的那一番话 你也听到了吧 当年皇上本来想立 唐伯父为太子 可是最后还是立子不立直 唐伯父终于忧愤而死 后来皇上 不但逼死自己的孙儿 还把唐伯父的儿子 颜姬一并害死 还是知道 爹你一直耿耿于怀 他明知我们每个人 对他都抱有怨恨 可他却就是重提 这分明是在考验 我们对他的忠诚 他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 所以啊 要想在宫中安身立命 那就得早早为自己 准备好一切 这次 如果皇上那里有半点闪失 那我们这些人的下半生 那就得改血 我不愿意的时刻 终于到来了 皇上 还是出问题了 这可怎么办呢 快过来帮忙啊 快 虎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弄这些 老爷 永兰疏通疏通啊 好给我们兄弟两个 留他活路 那么快 当然了 我们在宫中 开罪了多少人 就说今天在场的 太平公主 五三司 相王父子 太子夫妇 哪个不是吃过我们的苦头 总算 我们兄弟俩 还有点本事 要不 脑袋早搬下了 这是我们走投无路的最后一招 你想 我们在宫中开罪过多少人 如果皇上死了 我们俩肯定会不得好死啊 眼下还未到离开的时候吧 虽然皇上病庭越来越严重 可是 只要 他还在一天 我们在宫中 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啊 那今天呢 过了今天呢 明天呢 后天呢 我们在宫中 皇上终有一天会千秋万代 到那个时候再谋划就来不及了 可是皇上说过会立下遗诏 让我们安然度过下半辈子 他确实说过 可我们只是皇上的一个宠儿 如果没有皇上的话 我们在宫中半点地位也没有 而且朝中好多大臣都看不过眼 还跟好多大臣结下了梁子 如果皇上死了 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地陷害我们 皇上 万一太子亦登记 我们死得会更惨 李显 他也有这个能力 当上皇上 他当然没有 可你别忘了 他身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女人 太子妃 他能随离显在外流放十四年忍受到现在 你就可想而知 她是个多么厉害的女人 如果她真的当上皇上 第一个对付的 就是我们俩 没错 当年太子妃的儿子 少王李重润 还有她的女儿 永泰郡主 都是因为我俩而死的 我们恐怕 不是身手易出 他们就能满足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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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不错 皇上 好啊 明天还有什么新玩意儿啊 还在想 不过皇上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让皇上尽兴的 那好 明天一定要让朕 比今天还开心 好 皇上 启禀皇上 少王 永泰郡主 郡马爷在门外求见 传 是 崇润和仙惠他们来了 你们先退下吧 我可是他们早来了 我们 不要胡闹 听话 Denn 参见皇奶奶 朝内 行我 行了吗 宛 com 能不能 tidak 到来 声 谨 去 谨 休息 免惠 肴 黄奶奶每天都有很多奏折要批 你不可以时时刻刻赖着黄奶奶 知道吗 黄奶奶 你们二人退下吧 是 与两位张大人道别 两位张大人慢行 黄奶奶 你们两个再怎么装模作样 也装不过他们 他们装的时候那么魅 我真不明白 堂堂男子汉 怎么会做女儿相打扮 为了讨好黄奶奶 居然做出这么荒谬的事情来 他们是黄奶奶身边的红人 你们两个呀就少说几句吧 我知道 所以呀我都不敢跟他们打招呼 我怕那两个不男不女的人 真不明白黄奶奶喜欢他们什么 在宫中生存不容易 他们两兄弟一定有办法讨好黄奶奶 切不可小视他们 只是两个难丑 怕什么 太子所言甚为有理 我们就别说了 你们又想让朕赏赐你们什么东西啊 这要是皇上赏赐的 这要是皇上赏赐的 我们兄弟俩都喜欢 那就赏一个馒头吧 好 今晚你们怎么了 怎么没精打采的 微臣不敢说 说了怕引起皇上不悦 什么是令朕不悦呢 我来说吧 我听到有人说皇上越来越糊涂 败坏朝纲 寒家后宫弄得污秽不堪 大胆 谁这样斗打一轮阵 是少王李重润 以及永泰郡主李相会 还有未亡武成慈的儿子 五颜姬 是他们几个 对啊 皇上 他们看不起我们兄弟俩没关系 可是对皇上不敬 那就是大逆不道啊 皇上 他们小小年纪就大言不惭 将来要是羽翼一风的话 岂不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就因为这件事整夜都不开心吗 既然他们爱说三道四 那就让他们做个哑巴吧 皇上息怒啊 微臣相信他们只是心知口快 但是这些话传扬开去 必会有损皇上圣威 皇上既是一国之君 圣威万万不可损 否则后患无穷啊 嗯 那就杀衣井百 我们听皇上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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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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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开恩哪皇上 皇上 忠润和仙惠都是您的亲孙儿 他们年纪那么小 您就忍心把他们处决了吗 皇上 皇上 我求求您了快开恩吧 母皇 皇上 母皇 皇上 炎姬是您的之孙儿 是我哥留下来的孩子 您就忍心让他死吗 皇上 君要臣死 有何不可吗 朕已经对你们一家 格外开恩了 从房州老远召你们回宫 让你们享尽荣华富贵 为何还不知足 知不知道议论朝政 是死罪 皇上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啊 皇上 这两个孩子年少无知 对宫里的规矩也不熟悉 他们一直是听您话的 这里面一定是有人要陷害他们 皇上 是啊 皇上 言及他生惊胆小 又不懂说话 他绝对不敢议论皇上半句邪言 这一定都是误会啊 请皇上明察 怎么会是误会 难道他们没有口出狂言吗 皇上 您 您是不是亲耳听到的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的 那一定是有小人 小人要陷害他们呀皇上 您可不能听信谗言哪 每天这里这么多奏折 难道每一件事情朕都要亲耳听到 才能够相信吗 不 皇上 我 我相信我的一对儿女 他们不会不敬皇上 如果有 那也只是一点无心快语 他们不会这样的 他们更不会非裔朝纲 无心快语 如果宫中每个人都是无心快语 那么日后朕 岂不是可以任人非裔 皇上 崇润鲜惠 都是太子的血脉 也是皇上的嫡亲哪 皇上 您就看在他们多年在外生活 回到宫中以后 难得三代同堂 臣唤膝下 您就和外开恩吧 皇上 就是朕的孙儿 朕才不能网开一面 否则日后朕 怎能服天下悠悠之口 天下臣民 从此都可以对朕说三道四吗 皇上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皇上大可以严惩他们 天下的臣民 要会知道皇上天为难返 更何况 皇上要当曾祖母了 太子要当祖父了呀 是啊皇上 贤惠已经有身孕了 求皇上 看在郡主腹中小儿的份上 放过他们吧 早不说晚不说 如今才说有什么用 这明摆着是故意拖延 这不是戏弄皇上吗 如此大事 怎敢欺骗皇上 皇上 皇上可以找来议 为郡主一茬究竟啊 你 你倒是说句话呀你 说呀 求母皇饶恕他们 好了 皇上 不用啰嗦了 朕一言九鼎 一言即出 岂可收回 不 不 不 皇上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您说可以就可以 皇上 您就罚媳妇的罪吧 罚我教子无方的罪吧 我愿意受罚 您就罚我的罪吧 我可以替他们的罪啊 皇上 您网不纵啊 对啊皇上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一罚不可收拾啊 朕议已决 朕可以做的 就是将他们风光大葬 不 皇上 我不要他们风光大葬 我要他们活着 皇上 我要他们活着 皇上开恩哪 皇上放了他们吧 皇上 皇上 把他们拉出去 是 皇上开恩哪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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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皇开恩 求皇上开恩哪 皇上开恩哪 母皇 皇上 皇上 皇上开恩哪 皇上 母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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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皇 当日太子妃 充满怨恨的目光 到如今 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皇上 太子的一对儿戌 母三司的侄儿 不论哪一个得到天下 我们都是死路一条 所以我们还是尽早谋离宫之路啊 可是我们已经把李氏 武氏的人全都得罪了 就算我们能够离开皇宫 也未必能够苟且偷生 我们跟向王李诞 没有什么恩怨吧 如果我们辅助他 夺得地位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他毕竟是姓李的 宫中呼奴何必 简易玉石 我真舍不得这里的一切 小马见过郑公子 小马 有日子没见了 怎么样 跟鲁公公在宫围局混得如何 小马 马马虎虎了 那肯定比不上追随公子的时候 那么轻松快乐 就凭你伶牙俐齿 由头划脑的 在哪儿 混不是一样逍遥快活 快活是快活 要说起逍遥 跟以前始终没法比 是啊 叔父自小把我接进宫 第一个伺候我的人就是你 公子 公子 那可是小马我的福气啊 小马刚进宫 第一个伺候的人也是公子您啊 那时候我俩都小 所以自然就很投缘嘛 那时候在宫中 倒是过了一阵子快乐的日子 可惜你犯了错啊 惹怒了我二位叔父 我不得不让你离开凤尘府啊 那次要不是公子一力保全的话 小马恐怕就不止被两位国公打出府 那么简单了 所以啊公子的这份恩情 小马实际在心里啊 心里惦记嘴里说着 就是不见你感恩图报啊 我 公子你要我感恩图报的话 就有一句话 火里去 水里去 要是小马去不了的话 我也会另想办法呀 好了好了好了 对了 小马 你会打水漂吗 会啊 真的吗 快表演给我看看 看好了 公子 你 怎么样 这一跳就是十跳 厉害吧 那怎么样才能制出二十八跳呢 二十八跳 开什么玩笑 这十跳已经很厉害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人能制出二十八跳的 可我就认识一个呀 想不到我文采 急不上上官玩 连打水漂都比不过一个宫女啊 我在京城这么久啊 最多见过二十跳 最多见过二十跳 从来都没听说过二十八跳 从来都没听说过二十八跳 如果我能学到二十八跳 哪怕就一半 那也很难得了 那也很难得了 你不必勉强 小婉风华绝代 名贯京城 你能够有她一半才情 你实属难得 小婉 来 马上陪我练习 我一定要制出二十八跳 不 我要制出三十跳 公子 奴才眼下有事要办 上官大人要把书拿出来晒一晒 公子也知道他爱书如命 那鲁公公每次呢 都挑几个手脚麻利的宫女来帮忙 这回是生人 今次又挑的是谁啊 一个叫蒙涅的宫女 第一次被挑中欧 原来是她呀 是啊 鲁公公说这个女孩机敏聪明 还有些才学 搞不好上官大人会喜欢她 所以就找她来帮忙 公子 小人先告退了 嗯 蒙涅 小凡姐 小凡姐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走 小凡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说你要去梅院干活 对啊 小马公公说 上官大人喜欢那些 有点才学的宫女 所以叫我去梅院帮忙 当年大人戴罪为奴 如今官拜内舍人 成为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红人 是所有宫女的典范 谁都以效法大人为目标 蒙涅也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跟大人一样 如此出色 可是近年来 宫中有不少宫女失踪 传闻 她们全都曾在梅院干活 啊 小凡姐 真的吗 你可别吓我 我也希望是无中生有 可是无风不起浪 我不敢说 这事跟大人有关 不过还是小心为上 蒙涅 凡事小心些 总是没错的 可以的话 你还是避开为好 可是 可是蒙涅 人为延青 那是什么 看下来的事 都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呢 这个呢 我来替你想办法 我来说 你这是干什么 是洗衣服呢还是洗地啊 善公大人 我看衣服 已经洗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就清理清理地 洗得差不多了吗 小鱼 小鱼 把你的衣服给她洗 好好啊 不好 祸从口出 你做错了还敢狡辩 活该受罚 善公大人 你冤枉我了 我只是闷得慌 跟您开个玩笑罢了 我现在就把这些清理干净 善公大人何苦认真呢 说你聪明吧 你是聪明 说你笨你也笨 你呀 就是管不住你这张嘴 迟早要吃大亏的 善公大人 您就原谅奴婢吧 奴婢马上就把这里清理干净 赶快清理吧 是 大人 杜公公 杜公公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不是极经风就好啊 张上公啊 今年的冬天特别地冷 皇上问问 给主子们的玉寒衣物 准备得如何呀 缝纫房已经日夜在赶宫了 可是人手不足 会缝纫的宫余特别少 我也正在头等 我也知道你的难处 可是 你也知道皇上的脾气 这耽误了 谁也不知道皇上会怎么样 张上公啊 还是想想办法吧 是 上公大人 奴婢知道 尚寝局新来了一名宫女 最善于缝纫刺绣 而且她是新来的 就算向尚寝局借用她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姐姐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有什么好不好的 只要我那些丫头们 别给我添麻烦 我就能睡个好觉了 那 啊 只是苦了你 要常常为那些不成才的丫头操心 欲不拙不成器 不要招紧 对了 听说你上宫局正在赶制寒衣 妹妹怎么会有闲情意志 到姐姐这里聊天呢 妹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特意来向姐姐求救的 咱们情同姐妹 说什么求不求的 难道姐姐还会不帮你啊 你想怎样 我知道姐姐这儿新来了一个 叫蒙涅的宫女 听说她的绣工不错 所以我想求姐姐借她给我一用 是她 我知道内侍省 已经把她借给了梅院 可是 我缝纫房人手不足 姐姐你放心 只要得到您的首肯 杜公公那边 妹妹自会解决 别的都可以 就是她呀 姐姐实在是帮不了你啊 为什么 难道她已经去了梅院那边了吗 不是 她受了伤 受了伤 受了伤菌 你别难过了 我不是答应过你 会帮你想办法的吗 可我不是着急吗 我听说 宫女但凡有伤病在世 就可以再免劳矣 所以我才能伤我自己 谁知 你别哭了 你呀 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其实呢 聚梅院晒书是一份优差 班运书本的工作 自由太监去做 而你们呢 只要看着那些晒干的书 不被风吹雨打 不被鸟灼重咬就可以了 就算手受伤了 也是照样可以做的 但是逢人刺绣 那可是非要用手不可的 蒙孽 你别伤心了 我们再想办法 给我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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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孽年纪还小 聪明活泼 她应该 跟他们一样地玩 一样地笑 不应该让她遇上这样的事 姐姐 你是怕看见她出事 就好像看见我出事一样 所以如此担心 姐姐 你想得太多了 说不定什么事都没有呢 她还能听过啊 其实 她还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啊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月秀姑姑 带我来到一个十分古怪的地方 月秀姑姑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不用怕 那个地方的主子 只是不受皇上的喜欢 所以服侍她 别的宫女呢 也不会羡慕你 没有人愿意去 那皇上不待见人的地方呢 那主子很难服侍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你记住 平常心 就是多么困难 都要笑着活下去 知道吗 嗯 知道了 月秀姑姑 嗯 知道了 月秀姑姑 嗯 走吧 走吧 哎 姑姑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都要用黑布围着呀 这是皇上的命令 皇上不喜欢这些人被人看见 皇上也不喜欢这些人 活得像个人 这样啊 为什么呀 要想在宫中安全地生存下去 知道得越少越好 即便你听到了什么 千万不要问 知道吗 知道了 月秀姑姑 你在这儿等着 真秀 周公公 我把人给您带倒了 嗯 嗯 不错 嗯 就是它吧 好的 一切小心 有什么事 不要怕 知道吗 知道了 月秀姑姑 放心吧 走吧 跟我去见主子吧 嗯 嗯 乖女 娘 这里 这里 不行不行 不行 不行 等等 这里这里 这块 老爷 夫人 新来的宫女到了 新来的宫女 过来过来过来 进来啊 进来进来 进来 进来 来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 奴婢叫孟凡 孟凡 出众不凡的凡 出众不凡 嗯 名字挺有意思的 抬起头来我看看 是 还不请安 是 奴婢向各位主子请安 这位是老爷 这位是夫人 这位是七小姐 老爷 嗯 夫人 七小姐 七什么七小姐 快起来 你为什么 会被调来这里啊 你怎么不说话呢 奴婢 怕 怕什么呀 怕什么呀 好了好了 叫你来 不要逼人家了 我们这里人口并不多 日常的琐事 都依靠惠慈 和周公母他们 他们年纪不小了 这些年真是难为他们了 奴婢追随老爷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觉得辛苦 老奴如果能够在这里终老 余愿足矣 好了 叫你来 是让你来分担他们的辛苦 奴婢知道 你主要负责照顾我的小女儿 奴婢遵命 小凡 你会不会下棋呀 只会一点点 不好不好 这个不好玩 你的包袱里面 有没有什么新的玩意 没有 这有小米袋 小米袋 这个 那就是这个 这 这什么东西啊 好啊 好啊 这个地方真奇怪 都没有别人来过 老爷 让奴婢来拿吧 不用了 去忙你的吧 还是让奴婢来拿吧 没事 没事 别多管闲事 惠慈姑姑 进宫多久了 还不满一年 难怪 若不是出生之毒 又怎能得罪雷尚秦 被调到这里来呢 为什么这里都被黑部围着呢 老爷跟夫人没有品质的吗 为什么都只叫老爷跟夫人呢 奇怪 有过教训 还学不了乖 记着 在宫中行走 一定不可多管闲事 那 什么叫管闲事啊 这可真是个好问题 姑姑进宫一辈子 失了不少的苦头 也走了不少的冤枉路 才领悟出一个道理 过犹不及 只要是宫中的事情 包括自己的柱子 既不可太疏离 亦不可太过亲密 为什么 你自己好好地琢磨一下吧 如果明白 保证你受用无穷 那这跟多管闲事有什么关系啊 慧慈姑姑 求你教教我吧 若对自己的主子太过疏离 那就是你自己不懂事 要是太过亲密呢 那就是多管闲事了 就像刚才 他要让你去送汤 一定会叫你 他要不让你去 自有他的原因 你强行要去 除了吃力不讨好 很有可能 因为太过亲近 招惹杀身之祸 你 小凡 小凡 你去哪儿了 我找你好半天哪 我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想出去走一走 万万不可 爹娘也这么说 为什么不可呀 我只是一个小奴婢 什么也不知道 爹娘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很担心 这辈子都可能困在这个地方 小凡 夜已经深 我们就出去一会儿吧 既然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那我们 就闯一回 真好 真好 好美啊 你看 那里好多好多 你看 好美啊 好 公主 公主小心啊 没事 你看那里 还有萤火虫 我们过去 满天星星 很久都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你看 天上的月亮 是不是很美啊 真的好美啊 你 你会在这里待多久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在这里又待多久了 快三年了 起初 爷娘说这样的生活 只需要忍耐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没想到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到了今天 在这里是没有自由的 只有我们一家 周公公和惠子姑姑 就好像坐牢一样 外面是怎么样的世界 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恐怕 再这样待下去的话 真的会全部都忘记 如果再这样子被困下去 我真的会发疯的 以前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就会坐在家里的空地上 看星星 看月亮 这样呢 就会忘记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可是我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要不是你来了 我还只能整理面对黑帐 暗护天日的 我是说 你想说什么呀 我是觉得 你挺可怜的 我长这么大了 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 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是吗 那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的是真话 他们都不敢在我面前 提到这样的话题 即使我提出来了 他们也会是否定的 以前 我以为 只有我们这种 远离家人的奴婢 才是最不幸福的 没想到 还有比我们更不容易的 至少我们 还可以出去走走 不会被软禁起来 是啊 我真的很羡慕你 嗯 你看 你看那个月亮 如果我是那个月亮的话 我就什么都不用怕 我就可以俯视众生 而众生却要仰望我 我想要去什么地方 就去什么地方 想要看什么就看什么 那你知道 月亮上住着什么人 嫦娥 那你知道 她为什么 会待在月宫中 为什么 因为她偷出了仙丹 所以呢 被困在月宫中 它只是一个传说 而我想要的却是现实 但是你要想想 总有一天呢 你可以去外面的大清世界 看看的 所以 你现在要好好的生活 那你 会不会一直陪着我 我们该回去了 我们就再多玩一会儿吧 可是 万一被人发现的话 好了好了 回去就回去嘛 没趣 走了 走啦 来 接着来啊 孟夫 孟凡 小马 怎么样了 我被鲁公公臭骂了一顿 说就算失踪的宫女 曾经在梅院干过活 可是在梅院干过活的宫女 也没有全部失踪嘛 说如果是真的话 那谁会去代替那个蒙孽啊 你说为了救她 牺牲别人 那值得嘛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哎 那个是上官婉儿大人啊 没有朕平时据谁敢得罪她 也许这不过是 嫉妒上官大人的人 说出的流言蜚语 中伤他吧 当初我跟姐姐刚进宫的时候 是谁在鲁公公面前说长道短的呀 散播谣言 你不是其中一个呀 我还不是为了姐姐留在宫里面吗 你怎么倒过来怪我呢 你们两个别闹了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怎样把蒙孽救出来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我敢说啊 上官大人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 天底下敢得罪他的 恐怕只有皇上最宠爱的两位张国公 还有他最宠爱的女儿太平公主 还有他最信任的侄儿梁王五三四 小马 你不是跟两位张国公的侄儿很熟吗 你说的是张灵珍张公子吧 他对我倒不错 不过这个人一向喜怒无常 对他不喜欢的东西他一概不予理睬 而且他久病缠身 叫他帮忙 我觉得 是在认为 任谁都会有被打动的时候 只要我们知道 他对什么心动就可以了 好远啊 好远啊 奴婢孟凡 叩见张公子 你 你们在拿什么打水票 怎么会跳这么多呀 就是这个 谁教你们用这个打的 奴婢也不知道啊 奴婢是根据这本书上记载而练习的 什么书 这本呢是汉朝所著的燕子丹 记载着荆轲在英国的时候 曾经用铜片呢来打水漂 所以我们姐妹俩就一样葫芦 如法炮制 不过我刚才所见 也只不过是十跳八跳的 没有什么神庙之处吗 这是我们姐妹俩第一次尝试 第一次尝试 就可以玩得这么好 可见如果多加练习的话 这出三十几跳都没有问题 对啊 对啊 而且荆轲在战国的时候 还是为名剑客 能够享有盛世之名 必然有她的独门绝活 独门绝活呢 这书借我了 张公子 子书借不得 为什么 这是跟别的姑女借的 你们把她叫来 我跟她说不就完了吗 把她叫过来就这么难吗 把她叫过来就这么难吗 张公子 你有所不知 那名宫女 现在被调去梅院干活 听说呢 去过梅院的宫女 都会离奇失踪 所以她现在怕得要死 谁都不敢见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蒙涅 又是她 公子认识她 公子认识她 她打水漂的功夫啊 实在到家 她也答应教我们姐妹俩 所以啊 她把这本书借给我们 可如今 如果她当初 没有进梅院的话 那她一定可以 倾囊相授的 但是如果现在 张公子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就想想办法 这个容易啊 反正我喜欢 聪明伶俐的宫女 把她叫进我府中 她以后再也不用 去梅院干活了 多谢张公子 出手相救 你们都听好了 到了梅院 一定要事事谨慎 处处留神 一定不能出错 那里不比尚寝局 如果犯了错 随时都可能定死罪 明白吗 明白 那跟我去吧 公公 如公公 如此匆忙 你有什么事吗 雷尚请 奉尘夫人下令 命蒙涅金府伺候 嗯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真的 没想到 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 蒙涅进了奉尘府 那自然 就可以逃过一劫了 那当然 逃过这一劫 你不看你们打水漂的时候 我把我全部的钱 都放进去了 我没有钱了 如果这样都救不了她的话 那就是天意了 那就是天意喽 就只有你没钱啊 我跟姐姐的钱袋 都被掏光了 都已经没有钱买胭脂了 那只要蒙涅 可以跟他们一样自由自在 我就如愿以偿了 怎么啦 奴婢见小姐一直待在房间里 没有出过房门半步 所以想进来看看小姐 见小姐买首棋局 不敢打扰 那还待着干嘛 还不快把茶端过来 怎么了 觉得奇怪吗 一般人 通常都是对手博弈 但小姐经常一人博弈 如今更是面对两局 四方 一子下四方队 而且似乎还各有所依 各有所拒 让奴婢不得不惊讶 我喜欢一个人博弈 因为一个人博弈 可以誓言两方 可以学习对手如何思考 如何决策 才会控制对方 其实自我博弈更是妙不可言 是这样吗 那假如一方就是一人 如今小姐面对两局四方 就是要面对三人 要分眼三名对手 想他们所想 你说对了一半 我的确是摸索对手的 所思所想 对了一半 那错的 那错的呢 错的那半是 我不是饰演三方 而是四方 四方 没错 在这两局四方里 没有一方是我 我是一个人分演着四个角色 尝试想出他们如何思谋 如何落字 好难啊 其实这一点也不难 你只要知道他们是谁 这个一点都不难 奴婢越发被说糊涂了 其实这四方群雄 不止我认识 你也认识的 我也认识 这方是梁王五三司 这方是太平公主 这方是太子李显夫妇 这方是相王李诞 李隆基父子 别害怕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成是自己人 你也许会想 在宫中怎么可能会有自己人呢 小月没有这么想 小姐 就算你真的那么想 也无妨啊 在宫中 确实是不可以有自己人的 因为你不知道 自己人何时会变成 出卖你的敌人 小月从来没有这么想 小姐 你有本事出卖我吗 没有 小月当然没有这个本事 起来吧 是 小姐 在宫中不能有亲信的人 可是人总是要有需要倾诉的对象 做人之道 不可以有太过信任的人 可还是会豢扬所谓的自己人 我也是人 我也需要倾诉的对象 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碰上你而已 谢小姐厚爱 不过当个权贵险要的自己人 代价可是不小的 你要知道 要是稍有差池 说错半句话 你可能就会伸手易处 小月一定不会向别人随便说小姐 也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一个字 那就好了 话说回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效仿他们这四个人 摸索他们四个人的心思吗 奴婢愚钝 猜想不到 皇上年事已高 突然会得失心风 可能是驾崩仙照 不会的 皇上一定会与天同老万寿无疆 这里说话不用虚假 你我知道 生老病死人之常态 与天同寿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而这四个人 肯定不出我所料 他们应该已经正在下棋了 怪不得小姐殿下棋局 原来是在摸索四位皇咒的心思 对 他们四个人肯定各有所思所想 只是如何下子 谁先出招 谁会有什么策略 这一时之间我也莫不清猜不透 不过棋局如迷 这也就是下棋好玩的地方 糟了 小姐怎么了 这番棋我少算了一个人 皇上 内舍人上官大人到了 你来啦 你来啦 小婉参见皇上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没什么要紧的事 只是朕想见你 我想皇上肯定是觉得闷了 不如让小婉为皇上弹奏一曲 不用了 那皇上想要小婉做些什么呢 皇上 是不是小婉做错了什么事 让皇上发愁了 那皇上召见小婉 所为何事 只需要你一直坐着 陪伴朕就可以了 陪伴朕就可以了 皇上 皇上 皇上叫小婉来 皇上叫小婉来 就为了这件事吗 你静静地陪伴朕 可以吗 小婉遵命 皇上召我觐见 却什么事也没有让我做 只让我坐在那会这么简单吗 难道皇上也是这盘局的其中一方 公主 吃点东西吧 公主想得如此入神 是还在担心皇上的龙体签胺吗 我不是担心母皇的病 而是琢磨不透母皇说的话 皇上说什么了 当日探望母皇的时候 母皇突然就事重提 说曾经做了对不起我们的错事 问我们会不会记恨他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所措 当然也没有人敢说出真话 那是当然了 要是谁敢说皇上犯了错 那可是会被杀头的 没错 皇上怎么可能做错事呢 当年驸马的兄长薛仪 连同李氏宗亲李冲和谋造反 可是驸马没有参与啊 但是皇上还是要置他于死地 公主还是不能释怀 当然 薛少是我一生最爱的男人 可是母皇却杀了他 因为他想我嫁给他的堂侄儿 武幽济 笼络武士一族 好助他登基为帝 难道公主既恨于心想要报仇吗 恨 我当然恨 可是这仇我却不想报 可是这仇我却不想报 因为母皇让我明白 圣者为王的道理 王皇后败了 所以死了 大唐去了 所以有大舟 薛少不是被冤死的 而是行事所迫 不得不死 所以我现在不要报仇 我要的是 权 天下大权 公主 你真的想跟太子 五王爷他们争权吗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明白 母皇为什么突然之间 再次触动所有人的伤口 这背后 是不是有别的深意 既然想不明白 就不要再想了 多伤脑筋啊 不行 本宫忧虑的 不光是母皇的心呢 再有就是 母皇失信封之后 究竟皇位的继承 会落在七八两位皇兄 还是五王爷身上 那那两位张国公 他们现在可是皇上身边的 大红人 这两个妖人 本来没有什么机会 可是母皇心意难料 而且 他们两个人是什么看法 也没有人知道 说不定会有惊人之举 也未可料 其实啊 在大家心里 公主才是和皇上最为相似的 大家私底下都说了 公主根本就是皇上的写照 不仅智慧 连性格也如出一辙 虽然我和母皇很是相像 但是 要想相提并论 如今还不是时候 要知道 要想把位子坐得稳 坐得牢 就要有各大臣的扶持 各将领的拥戴 要是没有的话 就算让你坐上了那把龙椅 很快 也会把你赶下去 那公主还没到时候吗 二章 三司 跟本宫都有部分的兵马 可谓旗鼓相当 谁也押不了谁 至于八皇子虽然稍训 但是 他也有自己的兵符 太子表面无权无势 但是在朝中 有不少敌国老的门生弟子 跟敌国老一样拥戴太子 如今的形势 谁也别想独领风丧 一捅天下 那公主你欲得大权 岂不是 天下大权 不是皇上一个人可以掌握的 战国时期 旅不为齐祸可居 造就一代帝王秦始皇 如果本宫也可以造出一个皇帝来 那还不是一样拥有天下大权吗 造出一个新皇帝 如今本宫要做的 就是选中将来的皇帝 然后把柱压在他身上 这样本宫今后在朝中 就可以进一步拥有更多的权利 公主计谋 果然巾帼不让虚伪 可是究竟要选哪一个才对呢 臉啊 霍儿啊 还在担心皇总纫的病情 是啊 爹 看你这么焦虑 还有其他事情吗 夜儿一时也设不出所以然 只是总觉得心里忐忑不安 王爷 三公子 据探子回报 太平公主在府中 被人在典信里吓了毒 冯婧 会是谁向令约下如此毒手 黄宗墓一夜疯狂 急于皇位者必然急扑而出 把视为竞争者逐一消灭 太子之位尚不安稳 二章三思 太平公主 莫不图谋 趁势而起 他们互为眼中此 必除之而后快 如此说来 他们每一个都有危险 如今皇城之内 就好像是一个大的渔池 他们便是水上浮游 根本没法知道池水之下 何时曝出领域 使其果腹植物 正因为如此 哈尔才不赞成爹你眼下出息 爹知道你担心爹前去探望 马上变成别人的目标 会在途中险躁不测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令约他也是爹的妹子 明知道他遇险 也不理睬吗 孩儿不是不理睬 不过此情实在是 急凶难料 爹你一定要多加防范 好啦ng 呼啊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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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嗯用搭 嗯嗯同行 即便如此 也要多加小心 是 大家都小心一点 是 继续前行 永济啊 你认为 害你皇顾的人 到底是谁 除了父王之外 太子 太子妃 三四 他们全都有可能 是害皇顾的凶手 甚至皇顾他本人 也是有这个可能吗 皇顾他已经 被暗算中了 你还要怀疑他 亲眼所见 都未必是真的 何况如今只是听闻 还有张艺之 张昌宗他们 也都有这个可能 那两个妖人 也有可能吗 地位争夺离无两世 必不相让 这一点谁都能想得到 如果二张暗中挑拨 便可做出渔风之力 万一事情好大 丑弩皇族 说不定来个惊天俱变 传为二张 那就是天从人怨 一举两恶 不若如此 本王您看 欲识俱焚 也绝不让两个妖人 登上地位 爹有此决心 还是便可 全力封了 哼哼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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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 两二恶神 样 cas 利 准由 張 rope 小公 位 者 可能 稍 啊 président 手 贱 肉 小心 爹 爹 三公子 王爷 你们先走 好 走 你们是哪屋人吗 求财还是要命 我们乃相府中人 如果有什么不测 朝廷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们不要财 要你的命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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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赶快回府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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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 怎么了 怎么心神不定的 不知皇妹现在究竟如何 不是已经让淤衣看过了吗 没事 究竟谁下的毒手 为何加害皇妹 依我看 也许是你那个 老不死的母皇干的 怎么会是母皇 那可是母皇的亲女儿啊 亲女儿 亲女儿怎么了 你不是她的亲儿子吗 还不是被她流放了十四年吗 崇润先惠 不是她的亲孙儿吗 那还不是被她那个亲祖母 给杀害了吗 这些年 她带我们诸狗部署 把我们整个太子府 给团团围住 让我们过 暗无天日的日子 我要抽她的劲 霸她的皮 这该怎么办啊 这该如何是 我要指示无先指示 爹 娘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啊 圣旨已经班下了 我还有何办法 那你都不能见死不救啊 夫人 不是不救 是不知道该如何相救 母皇品行你也知道 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到这个时候我还能做什么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 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去代替他们 你去求她呀 去求她呀 你求求她 多一点时间也好 多一点点时间也好啊 好 贤惠 仇论 你们赶紧去收拾信软 快去快去 燕姬 你去吩咐那个侍卫 让他们护送你们出宫 快去啊 快去快去 快点啊 快走快走 爹 娘 你们跟 跟 奉皇上口遇 李重润李先慧五烟机 口出狂言扰乱超纲 罪大恶极 赐三人毒酒 以锦孝勇 赐酒 娘 天啊 爹 你 娘 娘 不 不 救我 救我 崇论 护断 救我 救我 重润 你 我有什么事 我很重要 這人就是 公子 放開我 不要 不要 都 不要 那bak 啊 啊 啊 神魂啊 神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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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君 好惹 神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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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拉我 我要找那个老不死的 我恨他 我多不用见他 你小些啊 快 惠子公公 赶快派人送太子妃回房休息 快来啊 快点来人 快点快点 我放不了他的仇恨 你放开我 放开 夫人 回来了 快点儿 转发 快点儿